现在是冬天啊 这个龙兮菜正是落叶的时候了 还有保留的一些已经开发结果了 开发结果了 我们这棵是乡村你知道吗 也是我夏天避暑的好地方 我的平常包包就挂在这里 这样很凉爽 这个是大头菜 这些是大头菜 芹菜 这个是青花笋 我最喜欢种这个 一直折都有好折 种了一批下去 一直采可以采收好几个月 叫青花笋 九层塔好香吧 现在正在开花 我们留起来做种 等它成熟的时候把种子留起来 明年的时候撒下去 大家都可以种 叫做九层塔 这个是福山A菜 这个苗种子是我自己育的 撒一把种子下去 长了好几十棵 然后就把它 长了五公分高左右 就把它分子 把它分子出来 就可以种了 这些都是我昨天刚种的 比较大颗的种子 我昨天刚种 看不出 大颗的我先种 小颗的再让它长大 这个是香菜 香菜种下去 那个是牛皮菜 这个铜蒿 最有营养最好的 煮火锅都可以加 铜蒿一直采 我们第一次采收的时候 要保留五公分 保留五公分 然后它每一节 它都会发出芽来 它就会长得很好 越采越多好采 然后这个是艾草 刚采过几天而已 它一个月 差不多四十天左右 就可以采一批 刚采过 把它晒干 就可以泡茶了 然后这个是香菜 香菜我们 我们撒种撒好 要拿到有太阳的地方 有太阳的地方 它比较快发芽 发芽好了以后 因为毕竟那边 有人要走路不方便嘛 我们就把它移过来 那边是昨天刚撒的 就从那一边 然后这个地瓜叶 很茂盛 就留起来 明年要种的时候 才有种子 才可以擦种啊 你不能说 已经过时了 就把它采得精光 它会一直长一直长 但是冬天的地瓜叶 比较不好吃 比较硬 那我们要怎么吃 一样可以 跟苹果一起打 跟苹果加牛奶 下去一起打 也是最好的精力汤 但是跟它稍微汆烫一下 削一个苹果 还有放点香蕉 又更棒更香 就这么简单的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有机肥 所以这些泥土都是这些来的吗 都是这些来的 然后我负责了 4月13号负责的 已经三年多了 你看 我们平常厨房拿的菜叶 家里的菜叶就把它混下去 但是一定要有泥土 有泥土 有菜叶混在一起 它才会烂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满了以后 再保持一个月左右 它就烂了 然后像这个 我们刚掉下来的叶子 不要 因为这个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要搅吗 要 想到你就搅一搅 翻一翻 看它已经全烂了没有 你看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当初八零四里面 人家放那个树枝的 到最后的话 树枝拿走了 底下不是一大堆的树叶吗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我就跑去拿了两大包 两大包回来以后 就跟泥土混 跟这些菜叶混 混一混以后 已经一个多月了 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等改天有太阳的时候 把它倒下来地上 倒下地上给它 一来杀菌 二来增加能量 晒得干燥 然后就可以 蒸菜就可以用了 这三桶都是同一天弄的 同一批 这个叫有机肥 自制有机肥 然后像这些是 这些比较黄 这个是到 那个罗先生是到 进行幼稚园对面 本来不是给人家种菜吗 后来不给人家种了 他认识它 就跟他拿一些 那泥土跟我的泥土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没有经过很多叶菜的腐蚀 我的黑黑像肥料一样 我这个种菜就不用再加肥料 本身就是肥料非常多了 他这个泥土就黄黄的 他这个就黄土 我都已经晒干 他这个黄的 我这个黑的 那你改天要种的时候 我这个是太多了 简直就是肥料 然后就把它 这个混一点 这个混一点 就可以种菜了 好了 三桶都一样 三桶都一样 我们非常少的树叶 全部倒在这里来 然后我种菜的时候 像昨天晒泥土 很多的蚯蚓 我们全部倒到这边来 让它去分解 分解 分解 然后有需要的人 就会来拿 说哎呦 这个树叶烂掉 简直就是肥料嘛 本来就是肥料啊 它烂的就是肥料啊 嘿 都是宝啊 对 这样也 他烂的就是肥料嘿 刚撒的 我们就要从这边晒太阳 因为那边的太阳 还没有到嘛 嘿 然后这边还有蛋壳肥 这边是蛋壳 这是咖啡渣 从那个超商拿回来的时候 太阳下里面 桶子装在太阳下里面 晒个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 它就会发酵嘛 发酵成熟了 成熟了以后 然后我每天去拿的鸡蛋壳 然后我们就把它打碎 用果汁机打碎 打一分钟就好 我的果汁机是2500cc的 一次可以打一斤多 哦 濕干打还是湿打 湿打 加点水 对加水 湿打打好了以后 你用过滤 我再传给你 过滤好了以后 过滤好了以后 我们干了 我们就从这里 把它晒干 晒干以后就跟咖啡渣 一比一 一份咖啡 一份的 一份的那个 蛋壳 一份的泥土 因为有泥土 它才会分解 它会先分解 分解像我昨天 刚种的菜 我就撒一些下去 混一些下去 因为你打细的 它才会分解 它才会吸收 你用是整个蛋壳 它不会吸收 那整个蛋壳呢 是整个蛋壳的作用 是撒上去 有那个爬虫类的 那个瓜牛啊 它会刺到 它就不敢爬 对 你刚种的菜 很小颗的 你就撒那个压碎的蛋壳 压碎的撒下去 它不敢爬 它就会走 那你要当肥料的 你一定要用果汁机压碎 压碎混在一起 像这些都很好用 很好用 对对 就是要利用 所以我每天都去拿 每天11点10分左右 我就去拿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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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是 这边还有苹果 那天给我三篮的 烂苹果 来 你看 把它切碎 烂掉的不能进来 要泡水的不能烂的 你要把烂的削掉 烂的削掉 你可以混在泥土里 这比较干净的 才不会有那个腐蚀的 那个臭味 然后这个叫干净的 这个你就放点水 放点红糖下去 然后它就会发酵 要有四五个月才会完全分解 然后就可以当肥料 我家里很多 等一下我拿一桶给你 你们在清洁队有没有挣花 不是有花吗 给一桶你们浇浇看我做的肥料 如果直接打碎这样会更快吗 打碎会更快 但是汤很浊 那个水很浊 给它完全分解锅比较好 就是要加红糖 很有酵素 对 到我家我给一瓶 回收再利用 再一次 滋圆回收再利用 然后我们可以把蛋壳咖啡渣 把它晒干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当我们的肥料 像这些左手香 我们平常都是撒一点蛋壳肥 咖啡渣下去 它就长得香喷喷的 你看有多香多好啊 回归大地